JIC Premium语言学校是由JIC校长在疫情后所新创立的新校区 JIC Premium前身也是作为英语教学的学校 经由JIC校长翻修后转而成为具有全新设备的语言学校 所主要提供的课程为 强力口说 商业英文 ESO生活绘画 有别以往在此校区的同学 学校提供的18种主题课程 像是电子工程 医学 科学 艺术旅馆等 让同学挑选自己有兴趣的主题训练口语 那Elaine今天位于碧瑶地区 JIC新的校区 叫Green Valley Premium校区 那今天呢来带大家看看 观餐厅的整个环境 你可以看到我们从学校餐厅里面的环境 看出去 是整片碧瑶地区的美景 是不是很漂亮 同学呢可以在这边聊天 用餐 然后搭配着整片的美景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那小公主觉得呢 这边的环境啊 给我的感觉就很像我们台湾的清净农场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学校的餐厅 今天的工餐晚餐吃什么 用餐的环境真的是非常宽宽 而且呢 同学你不用担心说 像是这边啊 可能像比较 山上或是说比较 清幽悠闲的环境 会不会同学人数很少 诶不会哦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啊 有不同国籍的同学 像是日本韩国的同学 其实大家都会在这个公共区域里面聊天 交朋友 这里是学校的咖啡厅 那同学呢 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 小公主教你 首先我们先来这边咖啡厅 先点一杯咖啡 点一杯咖啡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悠闲着拿着咖啡 然后走过去 欣赏我们学校外的美景 然后呢 这个时候小公主们 记得把你的手机拿起来 然后我们拿着咖啡 对着美景 拍一张照片 发现实动态 给大家羡慕死 好的 小公主Elaine现在肚子超级饿 要来带大家看看JIC 新的校区 Premium校区 今天晚餐吃什么 好 那可以看到呢 学校公餐的方式比较不一样哦 它不算是那种 全部给同学自助式自己拿取 学校呢 一开始是先帮你配好了一盘 好的 那我拿到了一盘之后呢 下一步呢 就是来这边来挖白饭 白饭就在这边任你挖 想吃多少挖多少 接下来呢 喜欢韩国口味的同学 可以再夹一点海市泡菜 好的 那这个呢 就是JIC今天的晚餐 那现在呢要来带大家看看 学校学生宿舍的环境 那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的门上面啊都会很贴心哦 会写同学的名字 另外一个很棒的是 它这边门外就有附鞋柜耶 像同学啊你可以外出的鞋放在这边 不用担心说 把房间里面的环境弄脏 现在呢小公主要来带你们看一间厉害的房间 这一间呢是单人房的房型 好可以看到一张超级大size的双人床 随便你怎么翻随便你怎么躺都可以 然后呢接下来可以看到哇这边还有舒服的一张沙发椅 然后呢再来我说的超超级厉害的就是这一片超大的玻璃窗 你可以直接看到外面的风景外面的景色真的是超漂亮 尤其是早上清晨的时候 或是说刚刚像傍晚天气好的时候啊云没有那么多的时候 真的这个景色超漂亮的 好那接下来呢还有没有看到一个超漂亮的冰箱 然后除了冰箱以外呢学校还会附吹风机哦 那除湿机的部分呢你可以跟学校租借 那这边呢你看还有热水壶 然后也是很漂亮的桌椅 衣柜在这边 然后可以看到 诶很贴心诶有附电子保险箱诶 所以呢同学你就可以把你的贵重物品啊 美金啊或是说其他的一些钱币 你都可以放在这边 超级厉害的就是 这边有阳台你可以直接走出来 你早上起床的时候走出来这边 感受一下这整片山林 然后补充一点能量 然后准备一天上课 另外一个小公主觉得超赞 超加分的是 他们的浴室啊做两间 他等于是完完全全的干湿分离 你看像是我一般乳厕啊上厕所 然后那个洗手 早上灌洗就是在这间 然后呢另外一间就是领域 而且你看哦 他光是这是单人房型 就有做这两个独立的卫浴 那再来呢有没有看到 超级加分 这个WiFi机就大大地挂在你的房间里面 好的那小公主一类 现在要来带大家看看JIC四人房的房型 天哪很漂亮的房间耶 他这个上下铺真的是女生会很喜欢 小公主很喜欢好梦幻的感觉哦 而且呢他的优点在于什么 他虽然是四人房上下铺 但是呢他每一个床位都有这个门脸窗脸 给你拉起来 所以呢虽然你是多人房的房型 但是呢你还是保有自己一点私人的隐私空间 那接下来呢你看他的楼梯啊 像有一些楼梯会是镂空的 或是说很薄薄的一层木板 然后同学就可能会担心跌倒或是什么 但这个就不会 而且超好彩超大的 然后呢你看下面啊这边其实 也可以给同学放行李箱 空间蛮大的 其实我觉得对于四人房的房型来说 那接下来呢你看 这台超漂亮的冰箱 而且很棒的是他还有附这个热水壶 你晚上可以泡泡面用 然后还有吹风机 学校直接提供吹风机 同学你就不用再购买 好那接下来呢桌椅的部分 就是每个人都会有一套桌椅 然后还有一个超可爱的小台灯 然后这边也有那个小柜子 IKEA风让你做置物 然后呢这边有衣柜 衣柜也是这样分四格 他其实置物的空间我觉得还算蛮多的 因为你看他除了这衣柜 可能衣柜同学会觉得小一点点 但是你看他的桌子 他里面这个是有抽屉的 然后旁边又有这个柜子 可以给同学放东西 同学可以看一下外面 外面也是 风景也是很漂亮 而且啊我觉得有阳台真的超加分 你整个房间啊他的通风性就更好 好的那Elaine现在要带大家来看看 JIC Premium校区双人房的房间 好那可以看到呢这是双人房的房型 有两张双人床 我觉得他的双人床算很大的 学校会有提供吹风机冰箱 然后呢会有桌椅 上面还有那个植物的空间 一样这边呢会有很棒的 每一间都有的WiFi 他的卫浴啊也是干湿分离 分两间分开的独立式的 好的那以上就是JIC Premium校区双人房的介绍 好的那小公主Elaine现在位于JIC Premium校区的Business Lounge 那这边呢其实也算是交易厅 有些同学她是上班族 然后呢或是说她是社会人士 或是说她是自由工作者的话呢 她就可以来到这边Business Lounge的地方 在这边把电脑打开 然后呢处理一下平常自己私人的工作事情 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有WiFi 是不是超加分 而且你看哦它有很多的座位 像我刚刚坐的沙发区 然后呢像这边有一格一格的 你可以很好的办公把电脑打开啊 然后呢在这边处理事情 或是说跟同学聊天在这边 都可以 然后呢旁边也有那种 像吧台高脚椅的座位 那接下来呢 如果同学你有使用电脑的需求 可以看到学校有 他的设备真的是很新颖很闲净 有这么大台的电脑 可以供同学做使用 所以呢同学啊你除了在房间以外 你也可以选择来到这里的Business Lounge 来这边交朋友哦 也因为此校区为必要地区少许有校园腹地的学校 除了住宿教学区之外 学校还有一栋楼提供休闲娱乐专用 里面提供舒服的沙发 健身器材按摩椅和桌球桌 让同学们平时可以使用 并互相交流 对于平常上课时间也有工作需求的同学 JRC提供了商业的休息区 会议室与无线网络 让同学可以有充分的空间 安心的工作与洽工 依山而建的校区 可以凌空看到整个必要地区的山景 喜欢JRC Premium校区的同学 欢迎来咨询哦